接着看到新北市长侯友宜行动治理到了板桥区 包括了立委还有市议员里长都是出席永远 大家就地方发展提出建议面对面来沟通 那么座谈会中呢也把板桥福州围老建筑都市更新案 以及板桥殡仪馆等议题来做重点讨论 新北市长侯友宜和里长打招呼问号 新北市行动治理座谈会来到了板桥区 首先由区长陈奇政报告过去五年来 在侯市长的带领下完成的几项重大建设 近五年来市长带领我们市府团队完成的重大建设 有包括我们府中双城的改造 完成了双轴商广场 环境更加的友善安全 道路人行更加的通胀 同时也完成了四处的立体地下停车场 提供了1762个车位 同时在新建中的包括我们西北公园 中校公园还有信义国小等三处停车场 在陆续完工之后将可增加747个停车位 板桥行动治理座谈会讨论的重点 大致污水下水道改善工程 地下停车场问题 小致路灯亮水沟通 都会与里长们做面对面沟通 而有关福州围老建筑都市更新 以及板桥毕仪馆的议题 都会是座谈会的焦点 因为我们板桥以前老旧社区 没有都市更新 为了老旧工那都不行 那没有金并不行 所以我就跟我们城乡局 以及住都中间说 我们这要金并 不然你们这台住不住了 我告诉你们这台住不住 所以我会采取比较 快又强硬的手段 好好地把事情交通好 改做就做出来 包括前两天我看报纸在等你们 为了板冰的问题 大家有不一样的声音 没有关系 只要大家方向一致 该如何就如何 该面对要面对 跨局处的行动治理座谈会 也是一场大型的意见交流会 立委 市议员以及里长 都踊跃出席 大家就地方发展 提出意见 分头努力